他叫王安寅 十年前 他和爸爸妈妈还有弟弟 生活在贵州省仁淮市的一个小山村 生活虽然简朴 但是一家人能平安和睦地在一起 也让他们很是知足 可就在2009年的5月 16岁的弟弟在出门打工的第二天 无故离奇失踪 再也联系不上 从此整个家笼罩在悲痛的阴霾中 整整十年过去了 弟弟究竟去了哪里 又为何迟迟不肯跟家人联络呢 有请 大家好 苏东老师好 你好 来 这个妹妹 你好 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 叫什么 从哪来 大家好 我是王阿姨 来自贵州 我今年29岁 来找我弟弟王良君 2009年 我一份在广州失踪的 想得不明 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死还是活 我们全家人都在找他 那一年弟弟多大岁 弟弟十六岁 西岁十六岁 一开始都是在贵州老家生活 对 那时候我们家条件不是很好 然后也很偏偏 那年我们杀过年猪 然后就叫我弟弟到去杯水嘛 装满了 装120斤 然后我们那里的那个山路 不是挺陡的嘛 然后路又不 像这么宽一点点 也不好窄 很窄 也不好走诺 然后我弟弟就 背了一丝烫 后来我们家里面 拉住了个大钢嘛 那个钢没装满 那我爸爸就叫我弟弟 还去背一袋嘛 然后我弟弟说 不去背了 衣服都全部湿透了 然后我爸爸说 你再去背一袋 我弟弟说我就不去 我衣服都湿透了 然后我爸爸就 闪了我弟弟一耳光 我弟弟当时就火了 他就说 你每次都是这样 我长这么大了 你每次都不给我面子 老师你一说话 就动手打我 之前他们夫人俩 有类似一种 小争吵小摩擦吗 有一点 我弟弟当时火的时候 一下子就全部说出来了嘛 说我 爸爸你以前也是这样 打过我好几次 别说话 你就动手打我 我都忍 我都没有跟你动手 这次也是这样 你一说话 你就动手打我 所以弟弟觉得 伤面子伤自尊了 对 从那一年过一年 我弟弟就上学了 然后我们就一起 出来打工嘛 初八 他就决定走广东那边 跟他朋友 我都决定了走 江苏这边 你去江苏打工 然后走到我们 那个街上的时候 我就看着他 先坐车走了嘛 然后我一个人 我就想 那边有没有亲人 然后江苏这边嘛 有我 我表哥他们 然后姨娘他们 也在这边 比较有亲人嘛 比较好一点 然后我心里面 就这样想 没想到那一刻 一别就是十年 到现在都没见到 所以等于是弟弟 去了广东 就没有阴信了 对 就到广州嘛 第二天就 就不见了 怎么不见的 就跟朋友 去买一个牙膏 然后我弟弟就说 我在外面等你 你去买牙膏 然后等着同事 把那个牙膏 买了回来 结果出来 就没看到我弟弟人 他妈妈就 马上就骑摩托车 马上就到附近去找 然后找了过后 没找到 就给我妈打电话 他就说 你儿子给我同事 去买牙膏 不见了 当时我妈听到这个话 心里面急死了 就说 你赶快帮我们 就是说 四处找找 然后他叫我 厂里面的同事 开摩托车 到处就找 那一条街上 所有的地方 都去找遍了 警理报了 然后找也没找到 然后我妈也说 跟我们亲戚 所有的打电话 说我弟弟丢了 当时我妈也哭了 也掉眼泪了 听到这句话 都心里面 心就酸了 我想我妈以前 是很能干的一个人 在我们家里面 喂了十三个羊 喂了四头猪 喂了一条牛 那时候 还在外面干活 然后每天 就睡得完嘛 还要早点起来 去割猪草 猪草那个框 那个背兜 就跟那个背水的 都是一样的 那么大 我妈妈 盖了猪草 被都装满过后 还要用刀 一刀都窄 然后就 就很辛苦嘛 从听到我弟弟 丢失以后 我妈 然后就 没心情了 然后就整个人 这个思想 然后背上包袱了 我弟弟掉了 我们家里面 不是有个电话吗 就整天 就在他电话面前 就等着我弟弟 看我弟弟 要不要跟我妈打电话 我妈也就 等着那个电话 弟弟跟他联系 半断过后 我妈 像这样 天天不吃不喝的 身体也不好 也也垮了 天天挂水 爸妈妈 也心里面 默默地哭 只是嘴上没说 然后也要 出去干小工嘛 资一点钱 我自己看到 我们这个家 已经垮成这样了 当时我心里面 也不好受 我爷爷身体也不好 然后 我爷爷过世后 就说了 他过世过后 我弟弟回来 抓泥巴 盖他 然后就这么说一句话 爷爷是哪年过世的 弟弟丢了有两年 两年之后 我爷爷就过世了 所以你这样想想啊 2009年 在广州 弟弟又已经是 十几岁的大孩子了 十五六岁了 对吧 按理说 不会是出现 被拐卖的情况 所以你们判断 应该是自己 主动走丢的 或者说主动离开家 不跟家里联系的 是这样吗 我们判断的话 我想肯定是 在那个地方 刚去两天 也不认识其他的人 陌生人 肯定就教我弟弟 肯定教不走的 我就想肯定是有人 说哪里有什么厂 然后就说 肯定把我弟弟 一下子教走了 这样我弟弟 才能可能走 要不然我弟弟 肯定到那个地方 人不生 地不熟的 不可能说 无压无故的 自己就跑到一个地方去 当时他身上又没钱 现在我们就分析 要么有可能就是说 进传销 有可能说进黑厂 然后就说 反正你干了 就肯定说 有给你供你吃 供你住 可能就没有自由的权利 就不会让你出来 进传销的时候 他会打电话 给我们家里面要钱 这么多年了 也没有给我们家里面 稍微信说 进什么呀 要钱呀 如果说给我们家里面 要钱的话 我妈他们就说 肯定想办法 我要打架也好 怎样 可能想去见他一面 知道他消息在哪里都可以 一直到现在 没有跟我们家里面 联系过 也没有打电话 也不知道他自己 是什么原因 还是个爸爸赌气了 还是因为 其他什么事情 不想回家了 这个我们就是 在我们的心里面 自己的推算 所以这几种可能都有 我就看到 我们自己的家垮了 然后我就向那决定 我就说 把我们家的 13只羊卖了 然后把四头猪也卖了 一米也有一千斤 把它卖掉 然后把我们小麦 以后有几百斤把它卖掉 干嘛把家里的牲口 两只全卖了呀 我们就说卖掉嘛 就准备出去 到广州那边去找份工作 然后在那边打听一下 我弟弟丢失的消息 就是不在老家住了 全家都出去 然后就去了广州 然后我爸爸就找了 三份工作对吧 我妈一份 我一份 然后我找的工作是 饭店嘛 就是给人家 就是当服务员 西边这边 就是饭店那一块比较多 还有小间呀 就是小吃的呀 那些都是比较多的嘛 然后我就在那边 贴了学人起司 每天就是说 有的时候超市里面呀 其他那一门口啊 我都去学学人起司 然后我妈在东边吧 她找了一个扫地的 在那个缝纳机场里面 爸爸在摆边嘛 我爸也找了一个 就是建筑工地嘛 到了那边去干 然后就分了三个 不同的地方 来贴这个学人起司 等于是你们仨人 分不同的方向 去找工作 同时找弟弟 对 后来我们每天 就是下来吧 回来的时候 我跟我妈商量 我就说 今天贴了多少 我爸那边贴了多少 贴了这么多 还是说没有一个电话 给我们打过来 我们在那边就待了 有三年吧 三年 这个缝纳机场 有三百多个厂 就大门口所有的厂 只要是看到厂 门口我们都贴了 好了三百多个厂 就贴纯人起司 然后我爸那边 工地上贴了 有四五十个 四五十个建筑工地 对 贴了过后 我就感觉到 这么多年 都没有一个人 跟我们打个电话 说我弟弟 在哪里 在哪里 这么多年 就是我也不知道 我这个祖姐姐的 是怎么回事 就算不跟我爸妈联系的话 我这个 给我打个电话 有什么心的话 跟我说也行 但我弟弟 连最后一个电话 也没给我打 我对我弟弟 真的这么多年了 对我弟弟很遗憾 我弟弟电话也没给我打 也没跟我联系 我也不知道 他是什么样的想法 后来我就跟我爸妈商量 我说要么我们就去 江苏那边 看看 我以前在那个地方打工那里 我弟弟会不会到那里 去找我 然后我妈说 行 后来我们又到了 江苏我以前住房子的那里 然后去那边后 我就在我们的村庄里面 到处问 我说 有没有我弟弟 完了就用个名字来 到这里来找过我 联系过我 然后问到村庄里面 他说没有 没听说过 然后住了个后 我就跟我妈找了一份工作 也是搞建筑的 然后里面就是说 干的就是那种贴码 就是做了那种成品 这么大一个 然后要用那个磨光机 然后拿那个贴码 然后就是在上面磨磨磨瓶 抛光 抛光机 等于是抛光机 然后把它抛瓶 我妈还要戴口罩 对啊 那个抛光机碰的时候 还挺碰的 就是说 永远碰到这个鼻子里面 然后永远对身体也不好 我妈就在那里坐 然后我爸爸也在 跟我妈一个厂 我爸就做的应该是前道吧 有一次我爸爸不是说 那个瘤酸 不小心就是 急的时候一下子 倒到腿上面了嘛 就来了 搞了这么大的祭堂 然后上了好几堂 然后我爸爸就休息了两三天 就说去上班 那我就说 你伤了 伤得严不严重 严重就 都休息好 好了 过后再去上班 然后我爸爸说 没事 他说 我上班怎么行呢 还要找你弟弟 还要花钱 听到我爸爸说这话 我心里面 自己感觉到三六六的 我弟弟又不在他身边 我也自己找了一份工作 就是纺织厂 没有爸爸有点远 很远 然后我们那个厂呢 就是看二十台机器 机器有两米多宽 很长 我们那个丝 就是说手这样勾起来 假如说断头了 那个丝就是很细的 跟这个头发一样细 如果断头了 那个丝就会搅到头发面 把这一根头剪出来 然后我们再用交叉打结 地这么宽嘛 然后这么长 然后这样两个头 这样穿得过去 然后我们人还要跑到前面 把两根头带过去 然后我就要看 我自己的那二十台机器 随时都要走来走动地循环 注意看看有没有断头 就是其他方面的 多走动看看 王安寅带着爸爸妈妈 从广州来到了江苏 为了找到弟弟 一家人在异乡奋力打拼 王安寅每天要在三十多度高温的纺织厂工作 一人看过二十台纺织机 检查成千上万条纺线 再苦再累 他都能坚持 只要一攒够钱 就去寻找弟弟 可就在自己受伤时 再坚强的他 也流下了脆弱的眼泪 弟弟 你为何突然失踪 你究竟在哪儿 姐姐何时才能找到你 爸爸妈妈一直在等你回家 有一次上一班嘛 有的时候心情不好 就想到我弟弟 然后这么多年 为什么不跟我们家里面联系 是什么原因 还是跟爸爸赌气 还是什么情况 这么多年都不回家 有一次我肯定分心的那种 我拿着勾刀去勾一个耳丝嘛 那个耳丝这么小 一个很尖的 我就一下子滑到手上面了 差点就勾到了个筋 筋了嘛 然后这个手就两边 这个肌肉就分开了 看起来很吓人了 然后就流了好多血 当时的时候 刚好旁边有一个人看到 他你手怎么回事 我的手 我说不小心被勾刀勾掉了 他就说 那我打电话给老板娘 马上送你过来 到医院里面去看一下 他就过来 把我送到一个小医院里面去看了 然后缝了 缝了过后 眼水光到两点多钟 他就送我回来 然后我自己躺在床上 就想 手受伤了 然后在那里 很冷很冷 也没有 有人说去看我 也没有跟谁打个电话 说是去给我送点衣服 当时我回来 当时我回来 我就躺在床上 自己就 为什么不回家 在那里的话 早就要回来 看到我一个人这样受伤了 我也不敢向谁说 所以从09年到现在已经十年过去了 还是一点音讯没有 不敢我弟弟 在还是不在 大我一定要把这个家 撑起来 不会让他倒下 不会让人家说我们这个家 我弟弟走了过后 就能垮下去 以后我弟弟回来了 看到我们家里面 还是有个家 温暖的家 等着他 永远回来 刚才你讲了 当年在广东 你跟爸爸妈妈 跑了好几百个工厂 好几十个工地 到处贴寻 其实也没找到弟弟 那这些年你是怎么找的 尤其到了江苏以后 后来我表哥 为了我们寻找我弟弟 当了这个职业者 在这个找宝贝回家 这个给我们进行登陆了 发了帖 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渠道 通过网络的力量 帮助你们找弟弟 我们其实之前也碰到过 很多这种离家出走的孩子 可能是因为跟家人赌气 或者是因为出去做生意失败 或者自己许下了一个 什么诺言 没有能够实现 今天这个弟弟 会不会是其中的一种 我们也问问宝燕大姐吧 因为刚才说 也在宝贝回家登记了 您来判断 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其实我感觉 他走的那个年龄 本身就比较叛逆 再加上和爸爸 可能还有一些矛盾在里面 但是呢 可能是走了之后 因为那个时候 也考虑不太成熟 他可能是就不知道 以后怎么面对 可能时间越拖 越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这么多年 我估计 他也是可能想 憋着一口气 将来自己混得比较好了 一锦还乡 要是今天打开门 他能面对你们 其实我想你跟他 换一种沟通方式 其实姐姐始终没有哭出来 如果她要哭出来 可能心情会好很破 可能有的时候 就是压着哭不出来 我觉得有可能 最后开开门 如果真见着弟弟了 把所有这十年那个憋屈 全都泄出来 反而对她是一种解脱 开门之前 我问问小王 姐姐 今天爸爸妈妈 跟你一块来了吗 来了 好 那接下来 让我们用掌声 有请小王的 爸爸和妈妈上场 来 出了妈妈 来 妈妈坐这 妈妈坐这 小王的妈妈 您不哭了 知道您想儿子 十年了 是吧 这十年想儿子 如果今天儿子回来了 开开门 倒是见着儿子了 您会跟儿子说什么呀 我说回家 我要交跟我一起 我的孩子是好孩子 他会回家 我要让他回家 在这外面 说我不哭了 说我醉了 我要让阿公 跟我一起回家 我们的爱心亲人团 之前也去帮你们寻找了 现在小王拉着爸爸和妈妈 我们来看看 怎么帮你们找弟弟的 来 有请 王安寅 你好 我是等着我 寻人团的李七月 您在等着我 荣媒体平台上发布的 想要寻找弟弟的求助信息 我们已经收到了 根据您提供的线索 弟弟的名字叫王良军 他是1994年的7月21号出生的 2009年的5月份 在广东省四会市迎宾大道失踪 弟弟失踪的时候15岁 单眼皮 脸形长 右边的额头 眼角和嘴角 有缝过针之后 留下的疤痕 贵州口音 了解了相关线索之后 我们立即第一时间 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 展开了寻找 王安寅 你好 网上接到你的求助信息后 通过你提供的线索 得知你弟弟是在广东省 四会市迎宾大道丢失的 我们立即联系了 广东省四会市的当地志愿者 在世卫市及周边的地市 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走访 然而遗憾的是 并没有你弟弟王安寅的线索 我们又将寻找的范围 扩道到福建 广西等临近省市 再次进行多地联合寻找 2009年 我们接到你寻找弟弟的 救助信息以后 我们立即采取了 与父母的血压 陆入全国DNA信息库 以及斯东人信息库 进行比对 同时我们也立即联系了广东警方 也共同开展了巢掌 2016年我们接到报警称 在江门 开平市长沙街道附近 发现了一名流浪的男子 接警后我们立即出警 对其进行行为 发现这名男子比较特殊 他无法说清楚自己的家在哪里 也无法提供自己的姓名 于是我们对其进行了采取 便入入了全国 打管寻心库 那么这一位疑似男子 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弟弟呢 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 加油 等着我 请打开希望之门 优优独播剧场 来 咱们一家三口走向希望之门 也不知道他在外面 到底是死还是活 过得好还是不好 我们就是完全一点印象都没有 不管什么时候 我都不会放弃找我的弟弟 我都要把他找回来 为原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算他不跟我爸妈联系的话 跟我打个电话 有什么心的话跟我说也行 也不知道他的心里面 什么想法怎样也不知道 放弃 태生 天生 叔叔 阿姨 你们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 先擦擦眼泪不要哭了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你们的儿子 你的弟弟 我们已经找到了 他现在就在广东省的开平市生活 关于您儿子的一些具体情况 我们还是要请出广东省江门市 开平市救助站的吴景棠 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来 有请 这位是江门工作站的吴景棠 请发行 发行 来吧 咱们过去说吧 受苦了 没事 没事 今天挺进去 来 咱们一家餐馆先请坐 那关于他的情况 我们还是让吴景棠来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吧 他是2016年6月12号 我们在开平市 杭沙街道那里 发现他在流浪 我们给他救助的时候 发现他头上有两道旧的疤痕 然后精神方面也不稳定 所以我们把他送到开平市第三人民医院那里 接受治疗 包括他治疗的情况 来跟叔叔阿姨说说 他治疗的时候呢 这三年呢 我们都会定时定后的 过去看望他 了解他的治疗情况 他现在基本上的精神状况呢 是比较稳定的 能进行一般的交流 就是反应有点迟钝 不认知 但是他的情况 其实从他2016年到现在 已经趋于稳定了 基本上是可以进行一个 很简单的交流 我们在跟医护人员 反复沟通之后 确认他的情况可以外出 那今天呢 其实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 他也来到了北京 他现在是跟救助站的工作人员 就在酒店 我们是担心这样的 相见的场景 会给他的精神再带来刺激 所以我们决定 不让他来到现场 但是今天你们能见到孩子 看看孩子吧 他现在这个状况 我觉得他后期应该需要很好的治疗 在这里我代表圆梦基金 给弟弟捐助两万元钱 先好好地治病 谢谢 同时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 能够伸出我们爱心的手 一起帮帮这个家庭 那么大家可以扫一下 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让爱会去暖流 温暖这个家庭 也让他们早日回到 曾经欢乐的时光 让我们一起帮帮他们 谢谢 谢谢 谢谢阿姨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陈局 这是一个由家庭暴力 引起的离家出走的一个事件 他这个父亲是有责任的 父母教育子女 应该注意方式方法 家庭暴力是不可取的 他本身 我们国家是有反家暴法的 家庭暴力 轻则是违法 重则就属于犯罪了 这个孩子离家出走 不久之后 就受了外伤 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 开展一些调查 看看能不能查清楚 他当年是怎么受了伤 好 谢谢陈局 当然也谢谢 在寻找过程中 给我们提供帮助的警察统治们 也谢谢民政系统的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们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你们 好 那接下来 徐悦赶紧带着他们 是 去见儿子和弟弟 好 加油 来 走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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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是 有点 有点 没 有点 有点 谢谢 有点 有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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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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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